深夜一群不怀好意的男人 将女孩围堵在了一处角落里 女孩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是为首的猥琐男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而是拿出了一瓶米奥想要强迫女孩贺侠 看着这熟悉的物品 女孩清楚地知道 一旦将其贺侠自己将会面临如何处境 于是她赶忙哭泣着求饶 但猥琐男并没有就此收手 而是威胁她说 倘若不从她就把视频发不到网上 我听你的话 我的话 猥琐男的一席话如同恶魔低语 无助的女孩 只能乖乖地在镜头前喝下了米奥 等女孩再次醒来时 她竟发现自己衣衫不整的 被随意丢弃在了公园里 女孩痛哭流涕 似是在悔恨当初 为什么那么轻易相信陌生人 可令女孩更加绝望的是 虽然她顺从了那群变态 但是自己的视频 还是被他们发到了网上 而且还被高价售卖和大肆传播 很快这件事便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没多久办案人员走访调查后 便将作案的罪犯们缉拿归案了 可是无良的媒体们 只顾自己的业绩 丝毫不顾及女孩的感受 不仅对此事大肆报道 还将女孩的不雅照 登上了头版头条 女孩的母亲觉得 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 为了让女儿快速走出阴影 打算搬去新的城市生活 就这样一家人踏上了新的旅途 女孩也开始了新的人生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女孩成功地走出了阴霾 还成为了一名人人尊敬的老师 并且不久后 她还找到了理想的另一半 可就在大家以为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时 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发生了 这天女人下班后回到办公室 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 放置着一杯咖啡 女人单纯地认为 一定是学生送她的礼物 于是口渴得她想也没想 静止地将其喝了下去 可没过多久 女人就陷入了昏迷 此时办公室的灯一盏盏熄灭 黑暗中房门被打开 随后从中露出了三个人的身影 第二天清早 女人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迷药的副作用 使得她站立有些不稳 头发凌乱不堪 全身酸痛的感觉 以及手腕处的勒痕 让她有种不安的感觉 随后不明所以的女人来到卫生间 想要洗把脸请醒一下 可就在这时 放在一旁的手机 却传来一条条简讯 看着这些信息 女人下意识认为定时骚扰短信 于是并没有理会 可就在她想要放下手机时 对方竟发来了一个视频 女人定睛一看 视频中的人正是昏迷的自己 可还没等女人缓过神来 上课铃声突然响起 女人恍惚地走出卫生间 手机里的消息还在不断增加 对方更是扬言 要让女人为命是从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顿时让女人想起了 自己十年前被欺凌的画面 她实在是不想 回忆起当年的乐梦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她急忙找到了保安 打算查看一下昨晚的监控 可是保安却说 因为要维修零件 这一周监控都没有正常工作 失望的女人还是没搞明白 背后作恶的人到底是谁 当天晚上 女人来到公婆家里吃饭 公公不断夸赞女人的质疑好 还说要打造一个教师使家 从其乐融融的氛围可以看出 公婆非常喜欢这个儿戏 可就在大家愉快地交谈时 女人的手机再次传来消息 对方这个变态竟然威胁到 想看女人的私密照 女人并不打算理会这个精神病 可是对方竟然丧心病狂地 将信息发送到了公公的手机上 除了女人以外 大家都认为这是骚扰短信 女人大惊世色 她故作正常地起身来到卫生间 珍惜爱情的女人 不想让现在的美好生活破碎 想了想还是按照要求发送了照片 可谁知对方并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设下了一个更大的局继续折磨女人 这晚正打算睡觉的女人 突然接收到了一条消息 变态说自己在学校的仓库 给她准备了一份大礼 并威胁女人让她明天亲自去去 第二天 女人按照约定来到了学校的仓库 可是却看到面前的桌子上 静摆着那瓶 让她熟悉却又憎恨的密谣 她痛苦地抱住脑袋 十年前痛苦的回忆再次涌入脑海 所在做人的食材 呢 张住 舒服 你是 为 Ryu